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 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 培育发展新动能 今年以来以算力和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投资项目 正在加速落地 一批新技术新应用正在成为投资的新亮点 我们来看报道 我现在是在安徽合肥落岗 全空间无人体系的示范基地 在我身旁就是国内首家获德试航证的 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那么它的载重量达到了220公斤 下一步它也将投入到商业运行当中 这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试飞的区域 位于安徽合肥的落岗公园 在12.7平方公里范围内 公园经过投资改造 打造了全空间应用示范体系 这里也将运营多个低空场景 例如空中游览 科普沿雪等多条航线 它本身是以前是合肥的老机场 所以它在空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干净 然后我们在落岗也做了上百次的 这个空域的测验 因为我们每天大概每天飞四次 我们预计的话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 开始商业化运营 记者了解到依照试点经验 合肥将在全市域开始无人基础设施建设 预计三年内带动投资超200亿元 汇集无人装备整机企业超100家 相关配套企业超1000家 产值规模超1000亿元 同时通过落岗基地商业模式 验证形成60个以上商业化场景 比如为冬季电力保工提供无人基巡检 无人机可以进行精细化的形式 利用自主航线可以飞到我们的赶塔上面 相比要以人工的话会提高8到10倍的效率 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应用场景的提供 给它的协同 给它的助力 真正地让这些技术从成果转化为我们的产业 能够让他们的商业的运营的模式能够走通 无人机 无人驾驶等新场景的出现 还带动了数据中心 可再生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在山西大同一个投资500亿元的 超级能源综合体项目近期封顶 将于明年建成能源园区装备和网络 等算力产业链的聚集地 为下游云计算 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等场景提供零碳化算力服务 在向西行 国家东树西算重大工程 正在加速落地 隔壁滩光伏板 这里就是位于宁夏中卫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也是东树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数据园区 今年以来这里的工程建设正在提速 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投资规模 已经超过了14亿元 向我身后现在正在进行的 数据机房的工程建设 从今年10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成了基础地基的建设 那么到明年竣工的时候 将会形成一个总建筑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米 可以容纳7000瓦机柜 超过4600个的数据中心 这将会来支撑国内人工智能制算平台 现在急需的大算力服务 14亿的投资是比去年要高的 因为今年我们也是在大力地发展 这个制算平台方面的应用 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数据中心的一些 机柜租赁和服务器租赁以外 我们可以提供基于制算平台的一些训练模型 相当于我们为很多厂家 去帮助他去做一些AI训练 目前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上下率 已经达到了85%以上 目前这个测算看在1比5以上 就是我投资4个亿 建设了一栋机房楼 里边的这个设备 包括服务器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布线 整体的投资 大概应该是在20亿以上 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产业 已累计完成投资近400亿元 而按照规划 东树西算工程将给宁夏 带来7000亿元的投资规模 大规模的算力需要强大的电力支持 为数据中心提供电力支撑的 是宁夏当地同样蓬勃发展的清洁能源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这座今年新投用的 总容量150万千瓦光伏电站 仅11月份一个月 发电量就达到了2.44亿度 相当于13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量 我们整体的投资造价70亿元 是直接通过正负80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 直接送往浙江 截止到10月底 我们已经向浙江输送了 12.68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 一直是10月份 宁夏光伏发电投资增长88% 风力发电投资增长40% 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9% 利用风光资源的绿色电力优势 来引进东速西算的算力优势 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动力优势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前11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5% 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7.6个百分点 一至10月份累计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5% 也保持了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高技术服务业中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 分别增长34.4%和33.6%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